啊 算完成了一个很棒的心愿吧 大艾瑟在与王小飞离婚几个月后 又毫无征兆的快速闪婚 甚至对家人也先战后走 大艾瑟妈妈也表示绝对不接受这个女婿 但明明就是这样一段名艳人看了都无法接受感情 大艾瑟居然像个情窦初开的伤女一样 不顾众人反对 也不顾自己还有两个女儿 依然居然得嫁给了巨景夜 这让网友不见好奇这个人究竟有什么魅力 毕竟在众人看来 他又老又妙颜值 才好家底几乎在年少时被消耗殆尽 人品和背景也经不起戏中 就这么一个人凭什么让身家不菲的 大艾瑟一无反顾的嫁给他 难道大艾瑟真的就为了一句年少情深 就变成了恋爱呢 大艾瑟枯诉坦白 嫁给她是我一直以来的心愿 随即她表示自己二十多年前看过她的演出后 就迷恋上了她 之前感情草草结束一直都是她心里的遗憾 甚至她在脚踝上还刻着巨景夜的名字 简直太现实了 这不面让人怀疑 难道与王小菲几年的婚姻生活中 原来嫌疑还一直留别人的位置 那么观众朋友认为 大四这段婚姻会幸福吗 欢迎留言评论